小娄总 我给你转账了五百 你记得收一下啊 小娄总 小娄总 从进门到现在喊了三次小娄总 怎么 一天不见 这么生分啊 有这么对老板的老板娘吗 不是 您真的误会了 借我八个胆子 我都不敢自称老板娘是不是 您未来的老婆 一定是又聪明又漂亮 家世显赫 人美欣赏 比我高出一个宇宙 还比我努力 我怎么敢呢 都是同事们瞎喘 您真的不要相信 不要相信啊 我看你倒是挺享受的 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我错了 说正识 你们八二的款写不写 没有 欧审哥说我是狐狸精 不给我借 进 罗总 您找我 这八二的款 为什么要借啊 罗总 您是不知道啊 这董董恩为了行事方便 趁您不在的时候 冒充老板娘 到处招摇撞骗的 这尾巴呀 都能翘天上去 好 那 看八二准备好的发票 全了吗 全 法国部那边 有没有什么疑问 没有 那既然都没有什么问题 都好 先给他们打了是吧 好 好 还有一点啊 我们个人情感和工作 还是得分开 嗯 不能影响了整体的工作进度 哦 知道了 罗总 去吧 去吧 小罗总 你真好 您不但没有怪我还帮我 您就是我最好的假方 小罗总 我会为了你 别觉得一束花 一点礼物 就能让我消气 如果说这就是你道歉的诚意的话 趁我没生气 出去 好 小罗总来了 小罗总好 好 晚上好啊 董总 别别别 您叫我小董就行了 哎呦 罗总 我说你今天真帅啊 你这都不拎不拎的 闪得我都睁不开眼呢 我这不是因为给你吃饭吗 总不能太过于懈怠了 你现在可是掌握着我们牡丹公司的命运 铁王吧 对不起 对不起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跟我一般见识 走吧 订了位置 我说这儿晚景真好啊 嗯 还喜欢吗 喜欢 不是 小罗总 你这请我吃饭是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你们包二作为我们牡丹长期的合作伙伴 一直以来尽心尽力认了好人员 那我作为假方 难道不能请你吃个饭吗 能 不是 这突然 请我到这种地儿吃饭 我 我有点不适应 您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那董总既然这么直率 史智慧准备怎么样 就知道这个铁王吧 没好事 我们现在正在做方案 然后再挑选合适的这个地点 娄总有什么高见吗 没什么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提出来 我尽此帮忙 娄总 我说你真是太好了 你说你那么忙 还要帮助我们 我真是太感动了 嗯 但你也放心 这点小事呢 我们八二是可以做好的 就不劳您费心了 你以为我想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吗 难道不是吗 那你觉得我想得到什么好处 你不就是想让我在试吃会上放放水 帮你们拿下无人便利店的独家酱料合作 那你会吗 当然不会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董董恩岂是那么容易被收买的人 不容易被收买 我就放心了 我相信你 娄总不是想收买我 而是怕我被别人收买 人性的 有些时候很容易动摇的 尤其是遇到那些不择手段的人 小楼总 我董董恩是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了解吗 况且我对咱们牡丹公司的酱料 是非常有信心的 嗯 要吃吗 好 哎 说你挺有眼光的 你怎么手这么笨 我都没吃过 哎 吃这个 谢谢小老总 干嘛呢 你看到这个 不会想到那个特效吗 咚咚咚咚咚 别玩了 快吃饭啊 好点 这个肉也太脏了吧 真好吃 嗯 真的是 续问你加钱一份活 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吃这个 哎 嗯 下半腿里有肉吗 嗯 嗯 嗯 哦 上手了 嗯 没事 怎么这么不小心 哎 吃这个吧 拿着 我怎么觉得这个铁王八 今天特别温柔呢 铁王八 啊 啊 我说你手机通讯录里的铁王八 什么时候给我开了 现在 现在立刻马上 谁送你 好漂亮 怎么了 哎 谁送你 好大的仪式 就要有大清早就给你送过来了 我 对 祝你好心情 你走走走 干什么啊 也不留个名 谁啊 喂 你好找谁 董小姐 你好 我是三角集团的苏琪 什么集团 三角集团 三角集团是谁啊 苏琪 苏 苏琪 真的 若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派人把花送到了牡丹公司 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是这样的苏总 我 我这个人有个言对这些花草的碰不了 您送我花草里干嘛 董小姐是个爽快人 所以我想约董小姐的时间 一起吃个饭来聊天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 我最近工作特别忙 真的没有那个时间 董小姐 你三番五次的拒绝我 是不是因为当年的事 当然不是 年年想多了 对不起 我真真地向你表达歉意 就让当年的事过去吧 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的话 都可以告诉我 我会尽力帮忙 您的好意我心里呢 等到 咱们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 我一定去服约 我还有事先不跟你聊了啊 拜拜 走 大学时期就得到了大公司的工作机会 逃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对 您别看年纪小 已经有十多年的工作经历 没错 我在跟别的公司提案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我在吹牛 嗯 您才开那个 一排排的奖杯 那都是我们的设计总监马成书的 曾经获得过爱飞的最佳创意奖 走的都是国际法 有实力 有品位 有能力的设计师 嗯 你们巴尔看得小 还真是卧虎藏龙啊 张总过夜了 那我就直说了 您请讲 我这次来啊 就是想跟你们谈个合作 哎呦 太好了 能跟国际知名的大商超 勒斯福合作 那是我们巴尔的荣幸呢 对对对对 有什么事 您尽管担付 嗯 好 我们未来啊 要开展无人便利店的服务 嗯 但是一直没有确定 究竟 要独家上架哪一家的酱料 所以 想请你们 帮我办一个试吃会 让数据 来说话 张总有眼光 有眼光 嗯嗯嗯 我们虽然是创业企 人不多 但个个都是精兵强将 你一抵败 对对对 您放心 我们保证出色完成任务 我当然放心了 我年轻的时候 创业其实跟你们都差不多 每天啊 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晚 就连晚上睡觉 都在安排第二天的工作 嗯 不过现在想想 那段时间啊 也是人生很宝贵的经验 嗯 对对对 这成功的背后呀 都是血和泪 是是是 太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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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创业那会儿啊 还是赔得个血本乌龟 那叫一个惨啊 最后 走投无路 只能回家 继承家业了 不过前段我看到小董啊 细心有活力 而且又熟悉 和了解本地的情况 所以 我觉得跟你们的合作 一定不会错 爹爹啊 来 慢走 虽然报酬少啊 但周期短 而且在这个期间 所产生的费用 由本公司全额报销 这个只是前期的 一小部分工作啊 如果后期的这个项目 开展起来以后 把手里的工作都放下 就负责张总的项目 做事要细致 目光要长远 记住了吗 您放心 保证我完成任务 好好 那好 一会儿我就叫我的秘书 给你们发资料和需求 定金晚一点就会到账 哎呀 张总您的这个执行力 真的是太让人佩服了 简直就是雷厉风行 说好了我就先走了啊 试吃会就交给你们咯 放心 来 我送你 不用送不用送 您慢点啊张总 好好好 还是送一下吧 我送就行了 那张总再见啊 慢点啊张总 张总拜拜 那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 勒斯福呢 我也没想到呀 不过 这酱料的试吃会 这不就是牡丹跟三角之间的 比赛吗 之前当然没想过啊 你说我们要一碗水端平的情况 还不能博露牡丹的面子 这有点不太好吧 有点难 不过 这我们也属于是牡丹和三角的 甲方 那好像是 哇 真没想到 有一天我们巴尔之间能当甲方 哎 我得好好去看一下 怎么做好家